无论你有没有玩过乐高的玩具 相信你一定听过它的大名 从1932年制作木制玩具开始 到如今 你几乎可以用乐高拼出所有的物体 乐高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品牌 乐高玩具由于老少皆宜 好玩有趣 吸引了不计其数的爱好者 他们用乐高堆出了自己的世界 今天的三三方一室 为大家带来五个令人震惊的乐高项目 利伯海尔起重机 利伯海尔是世界领先的建筑机械制造商 其生产的LR11000 履带式起重机 因为设计轻巧和具有极强的拓展性 能在狭窄空间灵活的作业 能拥有它是很多人的梦想 乐高爱好者大卫 使用乐高积木 以1比24的比例 搭建了这个乐高版的起重机 总重量约为27公斤 主要模块有四个EV3积木 九个电机 七个光传感器和一个触摸传感器 最令人惊艳的是 在增加配重后 它能够吊起9公斤重的物体 能够轻松的将一把椅子 从一楼吊到二楼 除了少数的部件 如轮子绳索等 它的99.9%的部位 使用乐高积木搭建 蓝波基尼混动跑车 蓝波基尼在全世界 都被称为梦想之车 能拥有一辆 蓝波基尼是很多人的梦想 2021年6月 蓝波基尼和乐高 联合开发了这一辆1比1还原 真实车辆的乐高积木 从底盘和车身到车灯和乘客舱内部 所有的细节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打磨 整个模型使用154种 不同类型的乐高元素实现 其中有20种是专门为该项目压制而成的 全部积木数量超过40万块 这也是乐高集团第一款 图有UVU7的大型模型 再向了南波基尼汽车公司 游击部门高超的手工工艺 乐高救援直升机 除了起重机 这一款针对青少年的直升机 积木似乎更简单 也更便宜 全部只有1056块积木 按照图纸 你可以相对轻松的对这架直升机进行拼装 整套系统才有很多可合动的部件 想要使这架直升飞机飞起来 还需要对许多部位进行改装 但麻烦是值得的 最终这架重量为1.7千克的乐高直升机 可以实现真正的遥控飞行 除此之外 它还能进行少量的负重飞行 它的侧边还有一个小型的磁性脚盘 大大增加了它的可玩性 世界上最大的乐高船 近些年来 邮轮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度假方式之一 在漂亮豪华的邮轮里 享受一望无际的蓝色 观看无敌的海景 2017年来自香港的新梦邮轮 为庆祝旗下最新15万吨豪华游轮 世界梦号的首持起航 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轮爱好者 共同搭建了这艘最大的乐高模型船 这件活动共有1000多位乘客参与 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 最终拼起完成这艘巨型游轮模型 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艘船长8.44米 宽1.33米 高1.53米 总重量为2800千克 共使用超过250万块乐高积木 钢铁侠 成为钢铁侠是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愿望 虽然这个愿望似乎是不可能实现 在2019年 乐高在圣地价格漫展上 展出了真人大小的乐高版钢铁侠雕像 这座雕像由35119块乐高积木组成 重85千克 由乐高积木大师花费225小时完成 根据制作者描述 雕像的制作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技术专家根据漫威发来的漫威模型 进行善维建模 然后由两个人的团队进行实际的拼装工作 整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安装在手套中的LED灯光 在漫展现场 托尼斯塔克挥舞着无线手套 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 乐高玩具自诞生以来 它通过将庞大复杂的现实物体 设计成可分解成微小个体的模块 在基础操作上非常简单 任何人都很容易上手 但完成整个任务又存在一定的复杂性 巧妙的设计引导你一步一步达成目标 成功后的喜悦又刺激着你继续下一个任务 哪一个乐高项目有吸引到你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期节目将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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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